大家好,我是Nahoko 范子,我是日本人 中日漢字意思大不同 手指 在日文里,手指的意思是姓 但是在中文里,手指的意思就是姓 所以每次朋友跟我说 帮我拿一下手指 我总是翻译有点激动 我在想他,他要姓还是要 爱人 在日文里,爱人的意思是第三者的意思 一次我跟我中国朋友一起聚会 然后我的中国朋友介绍给我他的妻子说 他是我的爱人 那时候我不知道中文的意思 所以我感觉怪怪的 后来我学了中文的意思后,心里豁然开朗了 怪我 在日文里,怪我的意思是秀山 但是在中文里,怪我的意思是责怪 每次在日本看板上写着注意 请注意秀山 怪我 的文章 的文章觉得很有意思 今天分享的汉字是 都是意思不一样的汉字 但是实际上也有很多意思 一样的汉字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请给我点赞 给我评论 我还有我说日文 和就英文的影片 所以如果有兴趣看一下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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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